追求快乐是起点,不是目的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人生有苦 包括生老病死,愿赠慧,爱别离,求不得 以及五蕴赤胜等等 总称为八苦 苦是人生的事实 不过正因为有苦 所以人一出生就希望追求快乐 因此达赖喇嘛曾说 生命的目的是追寻快乐 他采取与释迦牟尼佛相对的角度来说 佛陀讲离苦 他则讲得乐 但呈现的都是人生的实相 虽然说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 但必须先厘清 我们所追求的快乐是什么 其实人类从出生开始 最重要的不一定是追求快乐 而是满足欲望 例如对食物 生活安全等欲望的满足 一旦欲望得到满足 就会产生快乐的感受 因此快乐和欲望两者间 有绝对的关系 在物质上追求快乐满足 应该是现代人共同的倾向 否则物质文明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可是在追求快乐的同时 不禁令人怀疑 我们所追求的快乐 是不是可靠 能不能维持长久 适可而止的欲望 本来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不合理 无止境地追求欲望 就会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 而产生各式各样的痛苦 所以人们表面上在追寻快乐 事实上却也在追寻痛苦 因为所追求的快乐 都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而且快乐不会是永久的真实 它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说穿了不过是一种幻影 而且享受快乐之后 又会回到痛苦的原点 所以人生不过是从苦到乐 从乐到苦 一个永不间断的循环而已 只是人们自我安慰 假想自己所追求的就是快乐 结果却永远陷于痛苦之中 佛教的密宗虽然特别重视大乐思想 但这是指修行过程中 在精神上产生的喜乐 例如休息禅定时 有所谓的禅乐 只要能够修到身心统一 就会有一种没有捆绑 束缚的舒畅感 也就是清安的快乐 又例如中国净土宗 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终极目的 也是以极乐来形容修行 到最后的境界 可见修行的确可以得到快乐的结果 可是修行的目的并不单止为了自己追求快乐 而是为了帮助别人远离痛苦 得到快乐 如果仅以追求快乐作为人生的目标 很可能会变成一个享乐主义者 而有所偏差 更有可能适得其反地带来痛苦 达赖喇嘛之所以说 生命的目的是追寻快乐 是站在众生的立场 迎合现代人 屈乐必苦的心理 我们千万不要误解达赖喇嘛真正的意思 因此 追求快乐只能说是一个起点 是人类共同的希望 不能误以为 追求快乐就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否则 仅追求物质生活上的快乐 带来的结果 可能就是痛苦 而且以佛教的立场而言 应该要有 不畏一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 当一切众生都得到平安与快乐时 你才会真正的离苦 你才会真正的离苦得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